来看双方第一局 就是说今天的比赛 反正赢的面比较小 每个球的这个落点意识 他球很实惠 其实飞不基本上都是在控制对手 像这种呢是他的这个功夫就到家了 当然比赛 确实他拉弓的技术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给我感觉 但是呢他这个看起来也挺热闹的 但是他到最后呢总的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韩国人相对弱一些 相对弱一些 很不严密 好的 韩正东呢 今年还不到突破世界杯的首个大打冠军 好 好的 好的 漂亮 哎呀 好漂亮 好漂亮 哎呀 对他来讲就是搏拼 拼 拼 没有别的 放多的质量 然后我让你这是很正常的 对 他应该打得更凶 好球 哎呦 简厉了 对 出质量 对了 这是对的 那么他就要做好准备 别人在发力不该发力的时候都发力的情况下 我面临这样的局面 这个球有点碰 这个球所以过去的时候呢不太转没有什么 哦 哦 漂亮 漂亮 不该中的时候你下手了 不该轻的时候你很你很你很很重 是吧 像这种 每一板球都好像在他的意料之中 在奥运会之后啊 去挑战马龙 但是还是能够 团体的半决赛 这一比八 你看他正手接发球 这个要靠积累 哦 好球 原来球真的 球很转很贼 漂亮 哎呀好球 轻松 力量 嗯 力的保障 你看他力 我可能还有一定的反手的这种能力 但是他正手也不是很突出 所以他还是没有明显漏洞 那么对于他来讲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是 啊这是正手位 最大的释放应该在 第四场的和许新的这场球上 当然也有可能 对对 漂亮 哇 漂亮 一板过 这样 11比4 樊振东3比0 3比0 战胜了 2 2 2 3 3 4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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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